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炼这事咱可不好说 后来他说他自己打坐 平常没事打坐 冥想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了 他说但是呢 还是想真正 如果现在想修炼的话 到底修炼什么为好 这我个人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还有这么问这个问题的 你要说 我也遇到过有些朋友说 在家打坐或者练这练那的 平常打这个有冥想这些是有的 其实你如果看我们 如果你看风神演义看西游记 其实包括神仙传 这些古书中都有类似的一种说法 如果你没有 真的你没有说拜过师父 正经八百拜过师父 你就平常这么来那什么的话 来打坐就处于一种类似 半修炼不修炼的那种 人们静坐的状态 有他好的一面 也有他危险的 有他好的一面 我也有他危险的一面 好的一面呢就是说 那无论怎么样 让人有内心向善 在自己的生命认知上 有所认识 而且能接受这些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 有危险的地方呢就是 当你相信这些修炼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相信 胡荒白柳这些 其他另外空间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而另外空间的生命 都是找人身体 你看通天叫鲁 他就袁世天尊骂他的时候 就说你什么都 什么都叫 什么都来 而所有那些都是要 动物都要修成人身体 对吧 动物都要找一个人的身体 金灵圣母 龟灵圣母跟这个 广成子之间出现了摩擦 就是广成子 用翻天印 把他给打出原形来了 是个大王八壳 当初苍结造字的时候 就在他后背上写了字 所以那个就认为是七尺大乳 后来多宝道人跟通天教主 讲这段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把通天教主给弄急了 说你的徒弟都是长毛的 长羽毛的 长羽毛就不是人 所以其实他的隐喻都是说 所有我们看到的灵体 都奔着人去 开天辟地造人 这是大家共认 大家都承认的 而人呢 人生于银 勤生于银 兽生于银 勤兽跟人是同生的 同时间生的 那女娲造人也先造的狗 第一个先造的狗 造了七个动物才 后来才 这么造下去才造的人 对不起 应该第七个是人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问题 如果你 你没 很朴素的 很单纯的 这样的话 去练功 去这种打坐的话 会 因为你也没能力 我们人这边没能力分辨 什么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人有能力能分辨 神仙 分辨 这些妖的话 那 那人就是神仙 能分辨妖 你就是神仙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外头怎么那么多人 刮成狐狸脸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个问题 那当然 如果你说 这是朋友问的 说 我们不谈宗教 只谈修炼 说涛哥 你认为哪个修炼 这一门 现在最 最那个 他也说 他说是不是为时不晚 那你让我 我们就谈传修炼 我早就跟他介绍过 在当今的地球上 大瘟疫 干了一百九十个国家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全球的 整个人类而言 在当今 在现在 你认我说 你跟我说修炼 只有法轮功 没有任何第二 只有唯一 没有第二 只有法轮功 我们讲清楚了 你问我修炼 我们就说修炼 修炼 只有法轮功 你说宗教信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东西太复杂了 这个黑人白人 什么样人 说什么样的话 这个 那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只谈修炼 修炼 哪一门 你认为现在还为时不晚 觉得是那么回事 法轮功 我觉得就比较单纯了 这个 其他的 再深 就另外一回事了 有个朋友说 说你为什么提到法轮功 如果你去真正的修法轮功 你就会发觉 修了一段时间 你就不看石涛节目了 石涛讲那个 就这么回事 纯粹就是讲故事 因为你有机会看到 自己生命的珍贵 至尊 那种无上 无淫的境界 无淫的境界 在你人的这面 根本就 你都想象 你都看不到自己的境界 你会看到自己 你会意识到自己的那种至尊 无法用语言表达 唯有修炼才可能 那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 而且你在 如果你修炼法轮功 很快你就能意识到 你旁边有师傅在帮你 这个都是只可议会 不可言 不能分享的 就像我说的 说人们都去分享着肉跟骨头 谁能分享你自己的筋脉 分享不了吧 筋脉有没有 筋脉如果没有的话 马云练太极 里头就包含着东西 你以为就在那表演 你以为练太极 跟智取为武三是一回事的 那他就是垃圾 他活该给王林前 活该被骗 他不被骗 谁被骗 对吧 就这么回事 所以多有钱多成功 他代替不了修炼 到了修炼是两回事 那人信不信 信 其实什么人都信 端午前后中国会有大事发生 其实这没什么 就是讲归原寺 归原寺那个 那件事 神秘 称语 一语成称 称语 神秘称语 那这个江城温义此 江城温义起 这个端午除恶习 今天是23号 端午节还有两天 端午节赶上星期五了 这事儿 习近平是 习近平出生的时间 是端午节 1953年那天 那是端午节 那会不会出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们经历过6月21号 我跟大家解释 一再解释过 有他的准确性 有了他的明确的存在的本身 但准确以否已经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举的是 燃灯道人的 燃灯古佛的故事 其实针对所有的预言 今天的人是停留在结果上 不能顺应在时间上 所以这就是问题 所有的预言 今天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你让我说就是米勒 咱们说修炼就说修炼 只有米勒 但人在其中 在这样的故事的反应中 在这样的核心的内容中 你能窥视到他的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有这故事 为什么说这故事 那23号会发生什么 25号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 端午节是不是真正能够 对很多人期待的那样 因为其实人与人期待的概念也不同 有人说共产党完了 有人说习近平死了 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都盼着端午节快点来 他差一分钟他不到 过一分钟他就没了 他这个东西就这样 所以我以为就是我们辩证了 就是大家比较坦白自然的看来 这些预言本身 但是呢 中共死在水上 会亡在水上 这不是今天说的 2018年就 我们就有提到过 2018年当时有人说过 萤火守心的事情 就是在金木水火土 五颗行星当中的 木星土星 还有水星啊 木星土星的相关的位置 在28星宿的相关的位置 他们促成了这种天象 有一个人写了三篇文章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后来也有人写了不同的概念 但他集中讨论就是 在金木水火土 五颗行星的位置上 在行走的过程中 造成了今天的背景 2019 2020 好像有2021 是中打水年 就是水呀 那我们后来提到说 共产党会死在水上 特别是围绕着香港的事情的出现 川普来自于水了 美国本身就是由水诞生的 美国的五月花号船 是从英格兰 说准了是从荷兰 四十几个家庭 一百一十二人 坐着破船 来到了美利坚 来到了美国 奠定了 这是美国的先人们 奠定了建立了今天的美国 所以他就是透过船来的 五月花号 每年的 今年可能没了 因为感染大瘟疫了 每年的五月份 在华盛顿DC 就有一个 是不是叫五月花酒店 总统当时是有一个 每年有一个早餐会 来纪念他们的先人 这是他 今年已经全都变了 对吧 那香港就不用讲了 香港就完全都是水了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 然后呢 就是这个武汉 对吧 江城温一起 端午除恶习 端午还是水 你用最近的 最就民俗的 那就是粽子节 吃粽子 对不对 粽子 屈原 赛龙州 全是水 所以 他讲端午除恶习呢 他是有这个故事 有这跟水直接相关的 那武汉就是江城了 那你现在就很难说了 那你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说北京新发地 原来叫新坟地 就是原来的南园子 清朝时期的 他说明末清初是南园子 它其实是洼地 北京的洼地 北京西北高东南地 就是这地方 就是说的 风台这地方 水的质量很差 就是指中国的 北京的南城 那真的就是殷尸之地 这是没错了 那现在全中国发大水 现在这两天就是说这水 长江也好 三峡也好 这个刚刚我们这一宿过去的 是武汉的应该叫奇江 八十年来最大的洪水 已经过去了 那结果这是苹果日报的一篇文章 他就问习近平哪去了 他问了习李 其实李已经没什么重要 李已经没用了 李克强了 关键是习哪去了 我们节目中其实跟大家提过 我说习近平消失了 那这个文章呢就写的比较 他列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 他文章上来就是 天灾人祸不断 武汉肺炎 全球大爆发 东北出了蝗灾 他说温岭油贯车大爆炸 那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北京第二波 中印双方打架 然后华南各省出现水灾 但是呢他说习近平不见了 这几天上哪去了 跟以前不太一样 日理万机要到灾区去考察 并不罕见 这就是讲过去的时间里 他过去的时间里 他主要特别谈到了温家宝 他当时谈到温家宝 2008年当时湖南出 南方出现了 他说雪灾 因为我印象中是湖南 后来就四川出现了地震 当时是一直是温家宝 出现在现场 这是没错 然后今年出现了疫情 然后他就讲 1月23号 封城李克强27号 就到了这个 27号到了湖北 到了武汉 只一天的功夫 习近平就北京露面 习近平不干了 这是一个陈述了 然后他现在解释到这儿 本月初 南方暴雨成灾 江南 华南 西南 包括广东 广西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应该有湖北了 云南 110条河 超过境界线 到了这一周 贵州跟重庆 长江中下游暴雨 然后他谈到激江 他说激江昨天通过了最大的洪风 水位超过了 最高水位超过了1998年 最高水位超过了1998年 1998年 那是中国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那年是非常奇怪的 你现在都可以查到 资料已经升的不多了 1998年 中国从南到北 江 南边的珠江 长江 整个珠江流域 长江 然后往北一直到黑龙江 松化江 江发水 当年的淮河在四月份断流 河是断流的 江是发水的 没人知道为什么 1998年江泽民上台 抓了1997年邓小平死 然后紧跟着抓了陈希同 1998年9月份 他把陈希同给办了 然后江泽民第一次视察北京城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都记得清楚 我现在都记得清楚 所以江泽民在1989年上台之后 跟他最大的抗衡就是陈希同 李鹏陈希同 陈希同 陈希同不尿他 江泽民弄不了陈希同 所以 而陈希同在8964的时候是主要的杀人者 所以等于是陈希同 关在了小汤山 就是这个 北京非典的时候 这是当时的故事 所以 98年江泽民上台带动了全中国的江 出现大洪水 长江当时就很厉害了 所以九江抗 当时比较突出的故事 江西省的当地的官员 省级官员到九江视察 满街是王八 所以他们就找王八吃 后来那哥们给办了 说你不去抗疫情 你找王八吃 就成了王八了 这是当时的故事 他讲说 昨天 在重庆出现的洪峰 高过了1998年 他说但是没见习近平 然后他又谈到习近平 11号北京公布了 这个二次非典的状况 中共高层就不见人了 习近平最后露面 是6月2号在北京露面 6月8号到10号 他去了宁夏 然后17号 去了宁夏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视频 但当时他确实在宁夏 17号跟中非的电视峰会 就是视频峰会 22号 昨天中欧的视频峰会 视频这东西就无所谓了 就是17号跟22号 习近平拍的次视频 以自我拍摄视频的方式露面 那剩下就是8号跟10号 北京疫情最早出现的 那个就查出来的那个人 是5月28号 5月28号 他到那个人到了 这个新发地 6月4号是最早住院的人 6月9号是出现了4个住院的人 6月11号是月潭街道的那个50多岁 那个人确诊 6月12号是另外6个人确诊 所以一共是7个 前后的时间是这样 所以习近平离开北京城的时间 没在露面啊 没在露面的时间 是6月4号那个人出状况 在医院出现状况之后 习近平消失了 所以5月28号 正好应对的港版国安法 在人大投票 通过建立港版国安法 6月4号是六四纪念的 这个31周年 那6月9号是香港的大游行 对不对 6月9号是香港的大游行 一周年 6月1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610的办公室 6月11号是在香港一年前 出现了与神同行的说法 6月12号是在香港成功的 阻止了反送中条款的二读 一周年 这是整个时间表就这么过 也就是说习近平消失的时间 与香港六四法轮功被迫害 港版国安法完全等同的时间 而江城温一起 端午除恶习 也正好是应对着之前 那现在北京的 北京的疫情出现了状况 昨天我在时劳Radio当中说了 就是坐地出了两个一对夫妇 他的状况跟天津的状况一样 这一对夫妇没去过新发地 没接触过任何疫情的人 他们俩坐地在家里出现 天津的那个22岁那个小伙子一样 他工作在一个酒店里 但酒店的所有其他地区和环境 没有任何病情出现阳性 只有他割一个 包括他洗碗的池子都没有 发现这是出现极其状况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我另外会解释了 我这期节目只是跟大家分享说 真正的习近平 从6月2号开始叫 我不想说叫神隐 2012年当时我们最早说出的神隐 2012年9月初 他神隐了 没了后来为了 后来为了 他为了把这个政治局常委 从9个改成7个 砍掉了这个 砍掉了政法委书记 他撂挑子 这一次呢 他长达了 其实长达20天 今天23号 长达20天 他真正 视频都是假的 我不开玩笑 他在厕所里都可以录 随便他怎么录 对不对 抠绿布都可以录 弄个后的那个绿背景 你人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他蹲个小屋里就录了 所以他人其实是没露面子 所以我叫 那时候我们叫神隐 我觉得现在叫鬼藏 鬼呀 见鬼的鬼藏起来的藏 应该叫鬼藏 首尾相扣对应了 鬼藏了21天 现在鬼藏了21天 不知道他在哪 真正的人应该是不知道的 所以包括他到宁夏的说法 我自己觉得其实都是回避了 那为什么回避 习近平真正相信 真的相信 江城温义起 端午除恶习 所以他在 他应该听了某些人 某些生命的说法 他在躲栽 他真的怕死 他在躲栽 躲得了躲不了 不知道 我在这个 这事你问我 我肯定说不知道 我以为 我还说那话 今天的任何 预言 有它的合理性 有它的合理性 同时又有人的 太多人的 情感的期待性 这样的东西 都会偏移事情的本来 今天唯一能够确定这事的 我以为就是 米勒没有第二个人 因为这属于未来的 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了 所以我们只是 我这期节目只是跟大家分享 习近平他真正信命 他也相信端午节对他是个大节的日子 才会出现这种场面 这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 很特别的场面 不信我们就等着乔威 会怎么样 拭目以待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